欢迎回到美多新闻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9日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 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普拉伯沃当选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林健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重要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 传统友谊深厚合作密切深入 近年来在习近平和索克威的战略引领下 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普拉伯沃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 充分体现了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 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 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 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为地区和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方祝贺普拉伯沃先生在总统选举中胜出 习近平主席已向他致电祝贺 中国与印尼是传统友好邻邦 中方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的发展 运动印尼一道努力 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推动中印尼民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更大发展 更好的招呼两国和两国人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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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